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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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蔡智翁勝的 HELLO 崔一K HELLO 振奮 不要說你贏字 我們先出大版面 講一下視線 亢奮 700上288元 高位 我自己也是開心 因為我 真的有蔡智翁證股 也為數不少 我記得在我辦公室 也有跟你講過 真的很難才能笑得出 現在是否叫笑到最後 你覺得現在是否有利益 以至整個大市走向 即是會是怎樣 再開一張恆子圖來看 今天也是很好的 情況出來了 恆子現在升523點 大市成交今天 連續第五個交易天 過千億 現在是1492 1492億 那 TREK交給你 講講 講座的情況 以至 都有很多命題 跟你去談談 交給你講 麻煩 即是你很開心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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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這個混蛋 為什麼 為什麼 但是你也有 我們上星期一跟你去做節目的時候 你也有說 你不敢看淡廣告 即是你上星期一 即是你把這條時間線 我很記得 很悲覓的 你已經說我不敢看淡廣告 這個語言也是真 我用語言去講 大家都要講到一些古兵人很神化 是 但是我覺得 都 叫做 對方向 但是 為什麼會 觸招呢 因為方向不值錢 哦 你做才值錢 即是 那時候我不是說 Long 美股 short 港股 但是港股 我又不敢看太淡 我不會 單頭去做一邊 最後 其實我都 歪了做得 其實公佈CPI之前都沒有問題 那時候都認得挺漂亮的 我覺得這個月都 但是CPI那一晚就瘋了 我做了什麼操作呢 我本身有short到facebook 哦 我有short到facebook 我gap up那一刻就short了 我short是高位的 誰知道還可以去 那裡輸了10% 是啊 然後港股 我真的沒有怎麼做淡 是 除了171之外 嗯 但是我沽了美團 DL最沽了其貨 我最沽了其貨 都沒有走的 都沒有走 中間有贏過 是 也是CPI那一晚就反轉了 其實都諷刺的 是 因為我出了一條片 講看新聞 是 我講了這麼說 但是我自己沒有這麼做 是 這個完全是執行上做得不好 是 你的觀點 其實沒有什麼充容 你是在想怎樣把分析 或者你的觀點變現 其實分析錯都是可以賺錢的 是 分析適合都可以輸錢的 我就是分析適合都可以輸錢 是 就是完美演繹這個情緒 是 這個月其實 我可以做一些我可以指洩的 但我沒有 我有少少鬥氣的 其實這裏就 搞到現在有少少尷尬 是 我也有些好倉 但不多 暫時看 暫時看 其實 我也是忠誠地說 雖然我是一口氣的 但我都不怕說 其實我都說估計 現在就 今天最高是一百三多 都要再穿多 昨天的頂多一次 是 但是去到這些位 你看看圖表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都是要穿一穿 就是 近日的高位 先 其實今天這個位 今天這個位 是挺關鍵的 因為今天應該是很多人 受不了要剪淡倉 因為今天是突破了昨天的高位 正常想法就是 怕還有可以去 其實有很多群組都開始受不了 我自己也有群組 我也感覺到大家都受不了 所以我都不敢再說些什麼 我免得加深了一些人看淡的信念 是 因為我自己 我都不敢說 所以就 忠誠一點 其實 就算上次說 我都沒有怎麼剪 但今個星期 首先 廣估只是等一個新聞 廣估就是等內地公佈 公佈的消息 現在是全民的 但反映了 其實現在升到高無升平 不是很確定 但我覺得 如果你說 根據議員經驗 很多時候 一確定 其實廣估是瘋過A股 我覺得 跟美元指數 因為美元跌得很厲害 其實廣估會受惠過A股 然後廣估很殘 但是 今個星期 其實也有些事情要留意 今個星期 很多官員會說話 美聯儲官員 不是說兩三位 好像四五位 未知說什麼 但我都很肯定 對市會有些影響 但不知向上還是向下 都應該有幅度 我覺得它應該是會 現在的勢 應該是會為股市降溫 多於煽風點火 因為蜘蛛那邊也有些事情 沒錯 你未知是否能夠傳遞到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但我只會比較警告 暫時沒有反應 但你是不知道沒有反應 還是沒有反應 是 那一會兒有些時間 就說一下蜘蛛 但是 正頭正路也要說一下 譬如700騰訊 明天出業績 今天衝高於288元 JK你會怎麼看呢 首先 現在這個位置 有些什麼正常的反應呢 有些人會覺得 錯過了整個大浪 就是一個很大的反彈浪 他開始想追 是 會想追 其實我覺得 其實痕跡很誇張 痕跡今個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你數一數 幾千多點 一個月不夠 兩個星期 升了20% 是 是 痕跡是單月升25% 是 即是單邊 是 那 我指 你怎樣量度也好 你總是超過了 是 很誇張 你看看 有個低位 我當 10月1號 開始來了 萬六點 那你現在都 一百三五六 二千多點 一個指數 彈兩成幾 你比過會有β 那裏一定是五六十百分 多的那些 是 現在追好痕跡 你博業職的 即是要博業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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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在博業職的 即是在博業職的 即是要博業職的 即是可以博業職的 或者大家的情緒還沒到最慣憤的 那我自己就 即是 解釋沒有瘡也好 我也不會在這個位置加好瘡 即是反而想怎樣走 是 吃多少 但是淡瘡做不做呢 我覺得 也高風險的 因為現在的位置最難做的是什麼 舉個例子 我覺得差不多是至頂 因為現在正在等內地公布消息 等到出消息 但是你知道這段時間會在做高位 但是你捉錯了一天也好 會輸很多 因為單天都在說很大幅度 過股的很溫和很斯文的 都在說五六隻 多的可能十幾隻 變相你要分段分得很有藝術 如果你加大了 其實基本上你捱不到 我今天有take profit 其實張謝騰訊 你當我有十手 現在只剩兩手 還反手做了一些紅 完全認同7K的看法 再加上我覺得 世界杯之前有些錢會抽走 用來賭球 是這麼簡單 是這麼直白 你看回每一年世界杯臨開之前 其實很多人放假 很多人看球 很多人賭球 那歐洲的iBanker都不做 他為什麼要跟你trade 其實你賭場球 都回來了 贏就贏就贏就贏 你買牛紅也是這樣 你現在看FTV的散戶 這麼容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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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賭球真的這麼容易 贏就贏就贏就贏 很坦白 沒有說尷尬的 我自己是這樣看 所以騰訊我就敢去操作 但是觀眾朋友也有問 大家在留言板上和我們互動一下 88元有手9988 那你會建議小弟怎樣操作呢 小弟就是他 這位Teddy 觀眾朋友Teddy 9988 他88元有貨 今天升到10% 升7.7 上過創業高的80.85元 如果他88元有貨 應該混合還是應該等待呢 我猜現在這樣的勢頭 紫舌亦都說不過去了 那你的看法是怎樣 混合就不想 其實阿里呢 我昨天才在群組講 我說品格最高上就是阿里巴巴 即是不隨波逐流 品格最高上是他 品格最高上是1810小米 他真的完全沒有投資 他很穩定 今天不跟市場 變相今天就先升 其實昨天呢 留意一下 昨天是升舊經濟股 升金融股 是 升金融股 因為是遲過內房升 昨天才升 然後今天 今早就碧桂園配股 然後呢 今天就先升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沒有跟 前幾天都 我覺得這些價錢 我覺得會有些少落後 例如可能市場 都升了這麼多 但是阿里巴巴就 追落後的 即我會想 連追落後的股 都升上來了 其實我會想 下一個板塊升什麼 我會想 今天就是見高位 昨天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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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說過 不過很明顯沒有 今天再破 但我會想到有些什麼板塊 所以我會想到 其實我會想到 七十八個半 和八十八 比 其實我覺得 是輸少少 十個七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 可不可以減少 如果減少 套出來買什麼 亦都會接著 觀眾朋友 Q4 謝謝 Q4 下個禮拜 我不知道怎樣 不是的 你搞笑而已 但可能有些潛在板塊 都有些聲勢 譬如我早上做一些 主流媒體 主流媒體的分析員 都會說 譬如內房移動 水泥是否移動 對 水泥真的移動 你看潤泥 連續升了十個加月天 接近 海螺也是這樣 這就是它上游的產業鏈 即是內房 大洞 有水泥 你便可以蓋房子 下游 譬如6098 那些物館 不要說6098 碧桂園 太多 太多事情發生了 正如正如其他物館 又是否能撐 去Q4 還是沙士類的股份 有趣的 連一隻 我之前試之意 比如8083 有賺 出來的數量超好 今天升30% 那 我建議大家有貨就走 其實 如果一隻8083 但是 會轉回去 我們要買其他尺寸的股份 好了 我剛才開了三飯 可能出了K 三飯都不會選 但是 我真的想問問你 Q4 有些什麼 你覺得有得走走 我覺得不會內房 我覺得內房就 內房 因為 因為 你看到一些消息 其實現在可能是關於錢 可能內房 會舊些內房 但是舊些內房 會不會再建一樓 是兩樣東西 我想現在有些舊的庫存都未去完 未必會再動工 而且 之前如果你看回內地的官員說話 很明顯是不想走回谷基 你會看到一條路 我這樣添加了 如果你問我港股第四季 如果我真的要想 我會覺得可能是消費 因為再開啟 既然有存 就應該是上的 有些朋友說 內地做生意 都說內地有些核酸點 開始縮了 開始減了 撤離了 我覺得 是 在邁向 鬆綁 反而消費 可能會有些想 觀眾朋友就馬上運作九毛九 可以嗎 九毛九 今天都升4.1% 內地的官媒 或者網媒 都有說 主席和拜登見面 沒有戴口罩 他們都不害怕 其實 獲與獲之間 是否可以走回人 意思就是開關 剛才出的K 全面復甦 九毛九今天都升4.4% 來到之前的頂部 有少許做好力 觀眾朋友 Ray就問九毛九 可不可以買你 類似這些東西 我覺得消費率會開始 反覆見底 會先走區間 不會走單邊 上路或下路 例如我舉個例 剛剛問九九二 九九二二 九九二二 當然今天才追 我覺得有點遲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今天才追 例如我覺得 九毛九 未必會再跌到14.7%的位置 很大機會是現在這些位置 上回二蠻十天線 即是會17元 會在那些區間 是 但是 我又不會坐股票 但我也是有得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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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有很多炒 的機會 因爲 例如你見港股 升得這麼厲害 它會回落 但不會回很多 我覺得 可能是1700 1000 到1500 之間 18600 那個位置 是有很大的阻力 因爲真的由18600 那個位置 一棍跌下來 所以 上面積聚很多貨 所以 我都形容 這個 momentum 可能是這樣 港股 會啊 會啊 說真的 有觀眾 九九八八 都說八百元 又一住 其實八百元已經很穩陣 更加多人是一百元 樓上 九十五元 那些 你八十八元都想閃 九十五元那些更想閃 所以 例如 港股 反覆試 不會拘捷底 如果我 我會拘捷 我只會拘捷 我會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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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會拘捷 我也想找一位假 觀眾朋友問一下 1579 講完九毛九江 那些 二海集團 就是二海國際 其實這隻 我寧願海底露 其實他沒有怎樣反彈過 而且 說真的 我們經常在笑 小鵬 九十六八 八十四元 拋下來只有二十幾元 你看一隻 一五七九 何嘗不是這樣 對吧 所以這隻 白點說 輸死人 怎麼看 我不會看 出一K你怎麼看 一五七九 其實一五七九 沒有九九二那麼漂亮 九九二二更厲害 當然 不是 五二零也漂亮 五二零也漂亮很多 你看五二零 扯向上 對 但是 我就不會追 我一定是等它回復才賣 等一下 其實忍都是一個策略 一個藝術 都是一個很高的藝術 忍都是不容易 好 再回答一隻 回答一隻 1415 高位電子 觀眾朋友 14.2有貨 可否繼續 上網 14.2是之前那個星浪買的 九月尾賣 九月尾賣 那麼高位電子 都算 沒有塌棚的了 我真心覺得 我覺得 高位電子 真的 哈哈哈哈 就是 那個棚都 都 啊 就是你以為 你以為搭棚 但是你看 都幾 都幾牢固 給你 有些位置走 你還會追 高位電子 還是轉回內需 好像你剛才說的那些 我看這個圖 你想起另一隻的圖形 請說 力競科技 力競科技的 五百 21年十月 是 21年十月 這個位置 很像 這個位置 是 但都之後測下去 多數都是 測半年 我看過的圖形 都是這樣 是 例如1772都是這樣 之後 所以 所以 一水一 沒有什麼評論 是啊 我也建議 不要繼續 不如走了 你也知道一些東西 試一下買其他東西 沒關係 你也會說 你說圖表形態 有點像 力競 如果比我搏 如果你現在輸 真的輸 七毫子 你看我可不可以上回 十三個八 其實十三個八 是什麼位置呢 就是 就是 多一點點 但是 看一下 你會不會 我也是覺得 內需有空 不如 你現在走一轉 沖兩天 沖一隻291 沖一隻168 那些衍生工具 沖進去 我覺得 世界杯之前 那兩天 都還有些水汁下 特別是168 和291 我是這樣看的 除非 主席突然跟你說 喂 不准喝啤酒 今次世界杯 因為疫情 那我 麥菲西牛也好 黑天鵝也好 什麼都好 我第四 是不是 如果這樣都得中 好 觀眾朋友問 三八八 什麼位洪好 三八八 什麼位洪好 這個有料 這個 這個有料 回答 我也想想 鼓爆 三八八 什麼位洪好 其實我覺得三八八 從今天開始做 正常我覺得 淡倉最好的時間是昨天 和今天 所以我上個星期都會這樣說 是 我覺得分段 其實現在的視野炒Beta 炒得很厲害 你試打開一隻圖出來 那些股票都是彈的 怎麼會不彈 市場這麼厲害 市場彈成兩三千點 股票都不動 那些肺炒爆炸 所以你如果這一刻 還未回到家鄉 和不接近家鄉 其實你真的要更換 觀眾朋友Sweet 剛才說的一隻鹽海 一五七九 其實首先一件事 如果一百元有貨 沒有做止蝕 其實就真的很可憐 你這些 輸到永不翻身 為什麼呢 就是 你就算怎樣彈 都去不回七十元 不要說去回一百元 去回七十元 都很難 要點時間 要點時間 要多十年 我估計 真的很難 難得飛天 我想說 這隻 譬如三八八那些 你很快回到家鄉 很快能夠紅 你反手做也可以 正手持也可以 你能夠選擇的東西 多些 你怎麼看 你剛才說的 我覺得廣告 也不一定 對的 我覺得是要時間 多久一點 我都不敢說 永不翻身 那隻 因為一講 最厲害的 是很A股化 一句聲 二十幾% 都夾到 那裏 很多蟹貨 爆上去 都不容易 尤其是這些沒有 我和你爭一爭 你有一些股票 你有一個trend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1088 最老正的 我舉一隻神話 十年下一個trend 大概十年下一個高低浪 高低浪 你就算 那時候2007年 拿著神話 你三十元左右 他有一段時間 都給了25元 你都很接近 可以賣出 但起碼有個高高低低 但1579 你真的沒有過往表現 不反映將來表現 將來表現 不反映未來表現 要幾年 我只是這樣覺得 對的 我都不想大家輸 所以我才選 對的 所以我都不會建議你罵 混就不要了 難搞 好 喝一杯冰凍啤酒 可以嗎 168 291 剛才說內需 這些有否可以看 我覺得啤酒 啤酒 也可能可以 我覺得啤酒 升得不太誇張 對 世界杯 也可能未炒 我覺得 上去 賣的話 上去 75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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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內需還未炒得厲害 是 我覺得這些有些 內房炒了 我們炒了 科技股炒了 車股炒了 是 是 內需可能 內需也有機會 是 那大家 賭股也炒了 賭股未到最全面發酵 我覺得 你始終一天未通關 每天都在賭股增長 很難說 說真的 你現在有假期 你去東京 還是去澳門 澳門也要5加3 你那五天做什麼 在酒店 其實我有幫他想過 但是他一定不會理會 那五天都被你賭 五天都被我賭 派那個性感可觀 線上賭場 對 那五天都可以賭 這次Pornhub的廣告 對 線上賭場 美女上線 可能這樣 還有些人願意去澳門 如果那五天都不知道在澳門做什麼 那我線上賭場 我想去澳門 對 所以我理解不了 你寧願去東京好過 當然去東京 好 講一下 TrayerK的新書發佈會 新書發佈會 我們回到這裡 宣傳一下 11月24日 星期四 七點八 在出版社的活動室 不同於我同一版的出版社 所以我不可以說他的名字 你可以過來嗎 可以過來 但我不可以說他的名字 因為不同一個出版社 是 TrayerK 有這本新的作品 叫做《超積交易》 內容是什麼 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費用 有early birth優惠 如果你說未買輸的 不要緊 你到場即場買 還有限量簽名辦 兩塊幾歲便會瘋 觀眾輸 一五七九都不知道 你學一下心法 學一下投資技巧 大家就無往而不利 至少下次不用重創 至少在止蝕位定好一點 都不用去到這個位 你說一下 作者 可能今個月 今個月我都有些挑戰 可能輸 但有信念會回復 十二月 都是想想怎樣做得最好 本書有些關於心智上的 有些關於心智上的 如果你是未買書 那天分享會 我會講一些硬知識 例如有些入市指標 基本上Fundman都會用 是 Trader都會用 還有我會講一下 一個Trader 可能每一天 他的交易事業會做些什麼 是 流程會怎樣做 當然會有 一些軟性的分享 所以本書 如果未買 就可以在分享店裡買 是的 大家就不要拿本書去 就在那裏即場買 即場找出幾千名 然後再問他有沒有 有些未來Q4 有些什麼想法 等下他們這樣都可以 Q4就是去旅行 不是的 去旅行都可以炒作 我們的普通朋友都去了旅行 即莊主都去了加拿大 是嗎 你遲些可能又去日本 不是 我去瑞士荷蘭 英國 一個月 可以沉澱一下 沉澱一下 對 即追求一下人生的意義 是的 即是 這年多 反思最多是應該要享樂一下 嗯 享樂一下 是 有一件事 就是 最初一頭想 為何要自己做交易 是 想多點時間 但法國原來 我是反轉 令到自己沒什麼時間 是 所以反思了之後 唉 沒想太多了 既然通關 就直接去幾個地方 好 開心 好 觀眾朋友Andy已經買了 他已經買了 他用了 是 應該買了 支持了 大家都支持一下 TrayerK 好嗎 多謝 好的嘉賓 都想幫忙 宣傳一下 主要角度 你去幣線有食 例如Bitcoin 近來都跌了 我自己就 喜歡Bitcoin ETF 但都跌到你這位 交易費用也高 好了 叫幣圈 用這個字 大家會馬上進入境界 即是 薯條哥的平台幣 就爆了 你自己怎麼看 其實關於這些 CryptoCurrent 再加上就是 其實上個禮拜 有一個利好的消息 就是 陳茂波司長都說 香港虛擬資產 都想開綠燈 虛擬資產就 涵蓋什麼呢 除了虛擬貨幣 NFT 還有其他不同的平台 或者BotChange 有些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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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有些機會 特別是 美聯儲的加息步伐 減慢 資金的錢 又會充裕些 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經常是政府按鈕 政府做萬人半拍的 不是半拍 只是一兩拍 每次都是這樣 一搞什麼都爆了 尾水才來搞 然後 但是 但是 我自己沒有拆拆蜜 但是我都做的 因為其實 我在蜜蜜最高峰的時候 有一天 我是 下載了一些 Apps 就是 幣安 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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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他很多事 我問他現在上車還遲不遲 他還回答我 當然不遲 有心不怕遲 那些 我真的開了 Apps 準備了入錢 搞了錢 但是入錢 入不到 很會煩 那時候我連AppsX都開了 搞不定 就算了 不搞了 然後就見了高位 那就錯過了 錯失題 但是我覺得 其實就是 你問我怎麼看 我只想說一下 就是 我想說 幣安 統一幣圈 就是 他有說 前幾段 前幾段 就說出過新聞 就是想要接濟那些 有危機的 交易所 其實就是 統一幣圈 我也有些矛盾 去中心化 是 所以我覺得 都是傻主主 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都是要監管的 是 其實很矛盾 其實 我自己抽來的 我覺得 可能閉圈 很多 頂層的人 都打算改變世界 但是我覺得 好像都 不知道 我沒有什麼信念 對這些事情 我都經歷過幾個牛熊週期 都類似 以前都是這樣的 去到某個位置 都是要爆 我不知道 是否真是假 但是 我知道 都幾多人買人 購入 但是我自己 一向都不太相信 購入 所以正股 美股 港股 我都不會購入股票 我真的會炒 真的會炒 真的會炒 大佬 SH 是否到一個位置 一定能夠重光 我也認同 如何量度 也好 很難為蠻蠻蠻股票 做股值 因為一旦沒有貨幣 就做不到 是 你一間公司 有超級收入的 都可以計算到 但是這些沒有 我不算太虛 太虛 我不會幫忙 我會炒 但是 想回市場的話 暫時看 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好像都幾獨立 但是我覺得 都是 那些股票 可能會比較好 好 我都會保持著 買這些 比特幣 ETF 當作儲存 與此同時 資金有機會反彈 我都會覺得 會湧進去 就不是 傳統股評人說 你看看近期 比特幣 或者蠻蠻股票 爆獲 錢湧進去 股票市場 這個是非常可憐的 如果一個股評人 這樣說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在玩蠻蠻股票的人 究竟 理念是什麼 其實很有趣 他們自己不玩 但是他們又有份分析 又有份分析 出來說 但是 你玩蠻蠻股票的人 我怎麼會 炒你騰訊 怎麼會炒你阿里 我炒你阿里 我就不會買比特幣 兩種不同理念的東西 很老實 不過我自己 其實上個月左右 林近世界盃 推過一個平台幣 叫JPG 升了四成 四成 我自己也有錢賺 剛好找到一個新聞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他平台幣都跌到 媽媽都不認得 就是JPG 升了四成 叫大家試試買過後 我現在還持有 我自己還持有 因為市場的資金開始氾濫 美國的加息步伐有點退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 再討論一下 特別在世界盃之前 這幾天 因為你也知道 他有一些足球概念 即是他那個 Token裡面 又有支持 這個奧積球隊 與此同時 最重要就是 昨天 他發佈 找了陳寧久做代言人 即是台灣的歌手 但他就是第一代公開自己 有炒幣 有拍片 說自己都有投資虛擬貨幣 我覺得 釋出一個挺好的面向 剛才你說 幣安拿來救人 拿錢 其實JPEX 其實他都拿了 200個USDT出來 出來輔助大聯盟 意思是什麼 不要說錢多還是少 即是他都有 即是大家有個救生艇計劃 大家說 好啦 見你這麼慘 而且你看到 他跑贏 他才有得救人 你跑輸 終於無法救人 所以 我看未來的價值 都未完全反映 特別在世界盃的 屠情之中 與此同時 就是 除了 他這個計劃之外 我自己覺得 這個虛幣的世界 有時候你 你趁低 你不買跌 到時升上去 就會 就是 等於 穿了萬六元的Bitcoin 你不買跌 你才摸進去 又是傻子 我覺得 等沒有人 沒有新聞 沒有聲音 大家看淡的時候 你不妨買下這些 譬如 JPC 其實我覺得 Bitcoin 或者Ethereum 都有他的想像空間 因為 其實政府也說 你將來 會去怎樣 我都覺得 那個市場 始終是一個南海 還是一個南海 我覺得 大家可以 看看 還有想想它 在虛擬支撐市場上 希望 我還有一個目標 我目標是 升多20% 大家看看 對 是平台幣 之前找到張哲人做代言人 張哲人一定會有錢收 即是有錢 現在又找陳寧有做 現在又有錢 我覺得 這個都是 大家可以 有機會 我看到 多我不看得多 升到20% 因為 由我 在TV說這件事 已經升了四成 我覺得大家 可以 跟時 很少 進去玩 玩它 即是很少 講虛擬 難得說 一點點 希望大家 有一點點 與此同時 其實世界杯我也有買 我也有支持的球隊 我不知道你世界杯怎樣看 你世界杯有沒有想法 沒有 完全不看球 很少 今年跟我出去看球 你帶我去 好 好 其實我想認真地看球 好 我覺得作為一個男生 不懂球 做一個金融圈的人 都不懂球 我覺得差點 今年我覺得葡萄牙不錯 葡萄牙 你去哪裡看 酒吧 是嗎 上我家看 好 好 好 剛才說 記得11月24日 我出了K 觀塘賣書室 與此同時 觀眾朋友都問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奇雲基金也有說 之前我們瘋狂體育也升了 叫大家少住買 今天升了15% 瘋狂體育就是第一視頻 第一尿頻 當年瘋狂的外股 就是大陸做體育彩票的股份 這是不是世界杯概念股 剛才我的JPC就是世界杯的概念 大家試試想想 是這樣的 有時順勢而為是這樣做 沒有理由做反向 好 那不如 先喝水 好 來吧 先轉個頭 就等JRK說一下 700 什麼位置可以投入 1888 可不可以投入 138 那些怎麼看 好 先休息一下 資格 FW H� 20 FW F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為小李等造車的新鮮力已經找不到什麼新意去創造這個銷售 就在前幾天就出了一個叫變商降價的政策 由10月24日凌晨起 對某部分車型的購買戶都會送一份價值8000元的保險 而Tesla在自己的網站都有價錢上的改動 Model Y 和Model V 都會減價出售 幅度大約是14000至37000左右 在這種減價的背後 好 繼續回到財政公升 那隻瘋狂體力 果然有瘋狂 一升升15% 超過騰訊 今天可不可以這樣起題嗎 可能有些人又笑我們 笑我們不會炒股 傻仔 大師登德國 大師是大師的事 我喜歡葡萄牙 葡萄牙中前場線真的很威勤 如果葡萄牙要輸到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先講回股票 700什麼位置可以投入 觀眾朋友問 翠琦 700什麼位置可以投入 嘩 這是一個挑戰性的問題 700什麼位置可以投入 700呢 今天都升得誇張的 最多十幾隻 最多 嗯 其實就是 不如這樣 我想講一下 現在市場不是在炒Beta 其實最難的是什麼 剛才說了 就是你 你不知道內地幾天出消息 是 確認是會通關 我覺得 確認那一刻 就會反轉 就是A股就會出貨 內地都是這樣 所以現在呢 你每天都升 市場都是 股票跟著彈的 嗯 所以你 如果你說做的話 今天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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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分得很細 例如我 我差什麼呢 為什麼我輸得厲害呢 我分太少 為什麼我分兩三柱 其實如果說我分五六柱 那時候也未必會輸得這麼多 就是未必會這麼六倍 那你轉身空間就大一點 但是這些時候 你去做PUT的 我覺得就不要做窩倫了 嗯 因為窩倫其實我肯定 都輸夠硬的 一定 輸窩輸死 是啊 因為其實 想法就不要覺得 哇 升完一定是下跌的 嗯 可以還的 是啊 例如我覺得 他11月 11月走了二千幾點 嗯 其實波幅都能走得很厲害 我覺得未必會上了三千幾 那些 那 那你就打算他有個回歸 但是他回歸的方式不一定是馬上 不一定是單邊下 那他可能是盤整一個星期 是 月尾才能走 哇 那你輸窩輸死 是啊 那你寧願衝入牛熊 就搞定他了 是不是輸又輸 我寧願衝牛熊 你打算超大槓桿的 牛熊是什麼概念 就是一場波的概念 就是一場波的概念 現在一天真的倒 其實都很明顯 他這樣夾發 真的是夾淡仓的 你看到淡仓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淡仓 好像肥料 那樣的 我想淡友贏不到 贏了那麼久 我想都未必會那麼容易 收手 我只覺得 就是肯定是夾到 你不相信 那我不知道還差多少 那現在一萬八千 就是上星期 你猜一萬六 現在一萬八千 已經出賣了 那麼 現在一萬八千 其實一萬九都很快 不是開玩笑 就是 你要被自己捱到 捱到那一價 其實我只覺得 做得好些 我可能會拿著旗子 去做街淡仓 就是拿著旗子 開始加淡仓 我會這樣做 如果讓我去現在部署 我未必會單頭 會立即直接 一來就 紅 紅它 未必會這麼容易緣 都挺誇張的 你的北水 不斷湧進來 就是你今天其實 我們看了分分鐘圖 其實今天騰訊一開始 不太上升 就是他跟你說 你開市九點多鐘 逐格逐格爬 爬到這位 有少許平台期 然後 這個位 尤其是 這些位置 斜斜的一抽 就完整 288分 觀眾朋友說 逆向隔離 已經在請人 我想問 什麼是逆向隔離 我真的不知道 可不可以打多少些字 奇雲基緊 因為我 我也想了解一下 什麼叫逆向隔離 其實這些字 有時候 我們香港人 完全不知道他講什麼 他講了等於沒有講 封控 什麼叫封控 有時候 大陸字 真的搞不定 你逆向隔離 我也不明白 逆向操作 我明白 逆向隔離 逆向隔離 即是不在本國隔離 即是當地隔離 原先好過來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譬如我是日本人 我要 在日本隔離 即是我在香港 我在香港自己隔離 接著我一飛就飛北京 哦 這麼搞笑的 不是 我真的要學這些字眼 否則很難做到節目 不同平台都是 看看這個人說什麼 即是說 鄉深隔離縣 即是香港人說深圳隔離縣 才可以進入大陸 多謝 我沒有聽過這個字 原來是這樣 香港隔離 不要緊 大家學一下 活到老學到老 我經常都是這樣 那 說回股票 7000 如果是日本人給一個位置 我最有信心做 300元 300元 這大位最有信心做 就鎖進去 是啊 好 再看一隻13條8 嘩 健鋒直層版 這隻又是交給你 這隻 什麼 180元 是啊 你講吧 健鋒嗎 哇 這些真的是 你問你幾次有貨 你問我可不可以入什麼位 幾次有貨 這些怎麼炒 有 有得炒的 但不是 我不會炒 我不會炒 健鋒直層版 什麼叫做十年炒一次的圖表 健鋒直層版就是 我開個月線圖給你看 不行 月線圖都發音 週線 月線圖 可以拉到零幾年 是不是可以再熟悉一點 是啊 你想一下 這個浪和這個浪 都相隔十年 嗯 是啊 2006年的浪 和2010年 又相隔四年 哈哈 如果你再跌下來 又四年後 這個高位和這個高位 又是17年到21年 又是五六年 你人生用五六年炒一隻股票 你短炒就說 你坐艇坐五六年真的很可憐 就是做紀念品 但是世界盃也是四年一次 哈哈哈哈 你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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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不懂 真的難解 盤也沒有盤 不要查這些 是啊 現在當事升六百幾點 你都跟不上 我寧願你衝進去 喂 我瘋狂體育 贏就贏 輸就輸 是啊 我世界盃 總之開幕儀式之前 你馬上離開去 可保平安 這些 那隻不懂得說 那隻 我免得亂回答 答了也是應酬你 好 1138 觀眾朋友 喜歡海能 韓運股怎麼看呢 這隻 這隻厲害 其實韓運股 想不到這隻有一籌 是 1138 1138 不過其實都是周期的 嗯 其實我覺得它是建了頂的 跟煤炭股差不多 同步建頂的 但是這些位置 我都沒辦法行單邊 是 多數呢 會有幾多swing的機會 是 好像今天這個位置 就超尷尬 這些位置 我就不會 等什麼位置 等五角九這些位置 做反彈 是 做反彈 到時就 6.6才再沽 是 這樣炒 我覺得已經走完 這些圖案 跟韓運股 之前1919 316 跟煤炭股 全部都是一樣的 周期股 全部都是這樣見頂 是 機會大 大些 好 昨天都廢了 連跌幾天 一二三成 六天連跌 是 是 大家 我覺得 不要搞這一類板塊 搞一些 資金湧入去的股份 就會相對 好些 譬如 信譽光學 你看到成交 都會增加 與此同時 觀眾說 二三八二都升八個百分比 有機會回到紅底 紅底 紅底應該剛剛很沽 是嗎 是 我覺得紅底是阻力位 是嗎 就是一條一百天線 一百元的位 是幾大的阻力位 嗯 嗯 如果有錢賺的 觀眾朋友可以先取消 我覺得 好了 還有五分鐘時間 想說一些美股 股神買了這個 CSA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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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呢 有時候 譬如今年 跟股神的操作 我只能說 不落續套 真的挺好看的 譬如他 OXY 你猜不到 當新能源車 真的行得衰 他買OXY OXY又升 與此同時 他估比亞迪 比亞迪滑下來 由高位 與此同時 連Tesla 其他那些 衛小利的全部都搞不定 這一隻會不會有前瞻性 你自己覺得 難怪這麼厲害 晶片股 我記得NVIDIA 都打得很厲害 是的 知不知道他多少錢買 TSM 我未看這麼細節 我之前買的 其實他現在公佈出來 他沒有這麼快公佈出來 但有什麼價錢 我現在排一題 幫你Vitgun 你用出來 因為他那個操作 跟OXY很相似 他買的話 就是支持位 是的 支持一到位 OXY也是 40億美金 加持了 變成巴郡十大持倉股 嘩 很明顯 60元那些位 是低的 不會再穿 是的 即66元那些位 支持位 應該他這些位 喬水又買東西 喬水又買多多 有料到 我不知道 你怎麼看喬水 有沒有指標性 對於你來說 喬水基金 喬水 其實我覺得他們現在賣 是因為 美金跌了 加息週期差不多遠 去到很後段 而且 都沒有貨訂了 你看到 都訂不穿這位 很多股都是 我覺得現在市場 很多人都沒有貨 很多機構都沒有貨 所以就少少好消息 就夾到爆炸 嗯 拼多多 但我自己就不炒中概股 嗯 因為拼多多就等於美團 嗯 即兩隻是很高度相關性 高度相關性 所以就買美團 如果做的話 但OXY 就是 TSMOK 是啊 原來盤後升了17% 6點幾% 是啊 有沒有得追 我覺得可以追爆 今天不買明天都要買 其實 差2元 你會覺得他會下回70元 你說60元不會到 我覺得70元都未必再到 有很厲害的支持 其實 你不是參加OXY OXY是50多元買的 5月4元買的 有了 買完之後未輸過 早期有試這些位 對 當時市場都很差 但如果市場這麼好 港股升 夾倉 適逢美股有反彈 是啊 未必會再試低位 其實 你OXY都沒有再試 破到頂部都差幾多元 破 我都覺得破的機會都很大 其實就是OXY 都很明顯 其他呢 META 或者亞馬遜 或者Tesla 會不會又玩一下 你自己 META META META我覺得不會 META我正在驚訝 是 輸一成 META META 那你剛才的圖表 你剛才的OXY和META 已經差很遠 已經是天雨地了 META我就不看好 我覺得 第一 因為META現在是 躺身搞元宇宙 但元宇宙 一來是消費錢 第二就是 蜜蜜蜜也爆了 我覺得市場未必會去到這個位 META我都維持 維持體坦 為主 炒比塔 看看有沒有其他股份 大家想試試看 我覺得V 那些都可以看 那些飛機股 我覺得 飛機股 破位 這些位 上去 什麼飛機 BA那些嗎 是的 我喜歡BA 一路我都喜歡BA 因為BA 就是 我一路都有買一下BA 就是 逐股逐股買 當然就是 就是 你 你不會一輩子 都還是 沒有得飛的 現在都越來越多人 有得飛 而飛的規格 你說 這種行法 就不是國泰那些 你與其衝進去買國泰 傻豬豬 你不如 找一隻 如果你喜歡炒美股 買BA 你今天買這些位 很快就已經 可能去到195 然後就200 他會走回大元底秋星 我都覺得這些 逆後復甦就 穩穩陣購買BA 你還有沒有想法 如果是美股 復甦概念 我都逗得炒 你的A股 都 都強 復甦概念 不太弱 是 但就 沒有什麼趨勢 像波音這些 都升了 或者AB&B AB&B 我又不夠難 AB&B 比較殘忍 對 ABA 對 AB&B 對 AB&B 這隻 很少看 之前出業績 其實數字不太差 你都搏劍底 你搏劍底 對 可以看看 這些形態復甦 好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 這個時間 11月24日 捧一下ShareK 因為下個星期就是24日 對 大家支持ShareK 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我的嘉賓 明天同樣時間 繼續財智公升 拜拜 拜拜